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时候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场前两天刚刚结束的武林峰赛事 是由我国选手魏内对阵刘威的比赛 魏内成活的K1世界冠军金销带等等 赛前魏内的战绩为28战27胜 现在如果说起魏内必然要提到的一个人 那就是来自泰国的苏帕杰了 苏帕杰从57公斤一直打到了63公斤 在中国根本找不到对手 苏帕杰保持着对华18连胜的不败战绩 因为太过嚣张 所以全民们也希望魏内能够站出来教训这个苏帕杰 而这个刘威来头也不简单 刘威成活的英雄传说亚洲金销带等等 赛前刘威的战绩为36战27胜 可以说实力也是不容小虚道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开始后 刘威以后手拳先发智能 不过魏内也好不思路 马上以组合拳还颜色 而后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魏内抓住机会以低少将刘威踢倒 紧接着双方马上进行了休门对拼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 刘威就抓住机会 以前手拳将魏内击倒 魏内奉利站得起来 长朝裁判前行独庙 这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 接下来只见刘威乘胜胜追击 以连续中拳继续报道魏内 这也让有点被打门的魏内处在非常不利的局面 不过好在是回合铃声丢了魏内一次 第二回合开始后 魏内马上以中段扫踢开落 不过刘威也不是一个省优的灯 马上以连续中拳打了回去 而后魏内与收门的扫踢暴踢刘威 紧接着在双方对面过程中 刘威与重拳将魏内又再次打门了 不过魏内马上做出了调整 以一套连击打了刘威一个始料未及 接下来只见魏内开始 犹意加强自己的扫踢 结果这一招还真奏效了 刘威被魏内踢到走路 已经开始跌跌撞撞了 而后只见魏内与收门的扫踢 继续暴踢刘威 第三回合开始后 魏内已震争将刘威踢退了好几步 接下来在面对魏内的强势猛攻之下 刘威也在做着奋力的反抗 不过刘威的脚腿已经被魏内踢红准了 这一段刘威开始处在被动的局面 而后刘威被魏内与高扫直接踢飞了 不过刘威也是非常顽强 马上以组合拳回击魏内 前三个回合结束双方技能占平 这不得不让比赛拖路加十赛 加十赛开始后 魏内马上以扫踢再次暴踢刘威的三腿 不过刘威也马上以上钩拳打了过去 接下来刘威被魏内以中拳再次打退了好几步 而后魏内马上以飞吸暴踢刘威 紧接着双方马上进了激烈而入凶门对拼 接下来魏内以低扫外交高扫继续暴踢刘威 这确实也让刘威有点无可奈何了 双方大战了四个回合 最终魏内以10比9显胜了刘威 刘威因为脚的伤势比较严重 成功找到了对手的破绽 发起有力的反击并赢下了最终的胜利 不过也正是首回合就被对手击倒 这也让网友们就开始调侃魏内 是否真的可以打得过苏帕节 其实不管再怎么质疑 也不能因为一两场的赛事 就去定义了一个运动员的能力 毕竟刘威也绝非等型之辈 其实魏内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见下期许赛事有我大嫂的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